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是耶利米书的第十一章 耶利米书的第十一章总共有二十三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耶利米先知向犹大百姓 重申以色列列祖于神所立的约 并讲了百姓毁约所带来的刑罚 我们来把圣经分一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一到十七节 神界先知重申于以色列列祖所立的约 并告诫百姓毁约者必遭受刑罚 第二段是十八节到二十三节 耶利米家乡的亚拿图人图谋杀害先知 先知向神倾诉自己内心的苦情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是四节到六节 经文这样说 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 脱离铁楼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 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 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 我也做你们的神 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 给他们流奶鱼蜜之地 正如今日一样 我就回答说 耶和华 阿们 耶和华对我说 你要在犹大诚意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 宣告这一切话说 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讲完了头一章第十章 那么从七章到十章 这被叫做是 耶利米在圣殿前所讲的信息就结束了 从本章第十一章继续往后 便是先知奉神的差遣 向当时悖逆的犹大民来讲话 从本章开始 我们能嗅到一些紧张的气息 先知的服饰将会越加的艰难 甚至他家乡的人都想要暗害他 这都是由于耶利米先知 在神面前无比的忠诚 当他向犹大会众 讲了责备 劝慰和警戒的话语时 那悖逆的百姓 不单是不听从 更向着先知 起了恶毒和仇恨的心 我们接着看下去 就请大家不单单注意 先知预言的信息 也请大家注意 先知因忠于神的托付 而遭受的不公的待遇 尤其是逼迫和苦害 今天的经文不难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一节到十七节 这一段所讲的是 神界先知 向犹大子民 在宣告以色列列祖 与神所立的约 而耶利米的当时 犹大百姓所背离的 重视这约 第一节 第二节 神的话临到耶利米 耶和华就拆耶利米 把过去五经当中 神与以色列的先祖 立约的话 告诉现今的犹大人 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这约 大家就可以理解为 是以色列民族 在摩西的时候 于西乃山和神 所定立的契约 大家可以去参考 出埃及记十九章 一到五节 七到八节 也有人建议 经文中提到的 当听这约的话 是专指着 生命纪当中的话语 但请记得 即便耶利米 要讲的是按照 生命纪当中的话 那生命纪当中的话 也是重申 神与以色列百姓 所立的 吸乃之约 所以本质上 是一件事 第三节 先知先是宣告了 神所说的 那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 必受咒诅 那接着 在整个的第一段 从四节到八节 经文中 就多次的提到 听从 不听从 这样的表达 神愿意自己的百姓 听从自己的话 但百姓的表现 在神的眼中 乃是不听从 不听从 这约之话的人 必受咒诅 大家可以结合着 生命纪第28章 15节到68节的话 上面都讲得 清清楚楚 生命纪的 第28章1到14节 讲到 人若听从神的话 就有福分 追随在人的身后 15节到68节就讲 人若不听从神的话 就会有祸患 咒诅 在身后追随 而在历史中 北国以色列会中 及南国犹大百姓 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对神话语的 不听从 因此 就是本章圣经 所说的 咒诅和灾祸 都要临到神的百姓 第4节 神便解释了 这约 是我将你们列祖 从埃及地领出来 脱离铁卢的那日 所吩咐你们的 这就讲到了 摩西时期 神怎样 借着自己的仆人 救赎自己的百姓 脱离埃及 法老的奴役和铁卢的痛苦 神当把自由 给自己的百姓的时候 对他们所做的要求便是 你们要听从我的话 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这样 你们就必做我的子民 我也做你们的神 第5节 神又接着说 我好坚定 向你们列祖 所起的事 给他们流奶 余蜜之地 正如今日一样 古代的以色列会中 在神的面前 当听到这番话的时候 是虔诚的 恭敬地在神面前 做顺服的回应的 就像出埃及记 19章7节8节所讲的 那于是 在第5节中 先知就好像 从前 站在神面前的人 他也在神面前 积极地回应说 耶和华啊 阿门 神借先知 去向犹大百姓 重申他与以色列列祖 所立的约的规定 告诉他们 顺从神的话 就必蒙福 不顺从 就要遭受咒诅 那么领受 这一差遣的先知 就必须先在神面前 有积极的回应 他其实 他是代替着 当时所有的犹大百姓 在神面前回应说 耶和华啊 阿门 当神的先知 代表百姓做了回应 第6节往后 神就要先知 将神所吩咐的话 在犹大成义中 和耶路撒冷揭示上 宣告出来 神特别强调说 神界先知 传讲给百姓的话 并不是一些新的内容 乃是 以色列百姓 原本就熟知的 经文说 因为我将你们列祖 从埃及地 领出来的那日 直到今日 都是从早起来 窃窃告诫他们 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 我们注意神 向先知所发出的 如此的吩咐 就可以知道 神的先知 到神的百姓中间来 并不是总是讲 一些预告未来的 新的话和新的内容 神往往借着先知 所重申的 是人们认为 已经旧了的信息 陈旧的话语 但就是这些话语 律例 典章 诫命 恰恰是以色列历史上的 神的子民 必须一直都要听从 和遵守的 接着第八节 一直到十二节 神就告诉先知 其实 以色列家 在以往的历史上 不管怎么听神的话 当他们耳朵听了 却完全不将神的话 放在心里 因此他们在行动上 并不听从 而且从生命的态度上 对神的话 也不是侧耳耳听 他们所随从的 乃是自己 网梗的恶心 看到第八节 大家就可以结合着 前面第七章的 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 由于百姓 不肯听从神的话 那神就将 这约中所有的一切咒诅 临到百姓身上了 这不是因为 神不爱自己的百姓 那是因为 神吩咐他们去行的 他们却不去行 在第九节中 神就告诉先知 犹大人和 耶路撒冷的居民中 有同谋背叛的事 第十节就讲到了 背叛的表现 乃是转去 效法他们的先祖 不肯听神的话 犯罪作孽 又随从别神 侍奉他 截而言之 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都背了 神与他们列祖 所立的约 十一节 神就讲到 因为百姓 背叛神 犯罪作孽 所以神 必使灾祸 临到他们 使他们不能逃脱的 等到灾祸来的时候 就是犹大民 向着神哀求 神也不听 十一节和十二节 可以对应 十一节提到 百姓 在遭受灾祸的时候 向神哀求 神却不听 十二节就讲 等到犹大人 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去哀求 他们烧香 所供奉的神 可是到了遭难的时候 这些神 却丝毫 也不拯救他们 所以他们求假神 无用 哀求真神 也无用 有人在问 难道神 就不肯给 自己的百姓 回头 并蒙恩的机会吗 不是神 不爱他们 而是由于 第十三节 所讲的原因 神说 犹大 你神的树木 与你长的树木相等 你为那可耻的巴力 所住烧香的坛 也与 耶路撒冷 街道的树木相等 这其实 都是比喻的应用 犹大百姓 因为背叛神 所以无法从神那里 得到怜悯和赦免 他们在遭难的时候 求假神 假神不拯救他们 他们又转过来 去求耶和华 在这种情况下 神便 也不听 他们的哀求 不但神 不听他们的哀求 十四节到十七节 神甚至 还让自己的先知 不要为这百姓祈祷 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 因为神已经定义 在百姓遭难 向自己哀求的时候 必不应允他们 十五节 神是在告诉 当时耶路撒冷的犹大人 说 我所亲爱的 既行许多淫乱 圣肉也离了你 你在我殿中做什么呢 你作恶就喜乐 前面的经文 都已经提到过 犹大百姓 明明做了恶 亲近敬拜 外邦的神和偶像 犯属灵的 奸淫的罪 但他们同样 还来到 耶和华神的殿中 又献祭 又烧香 又吃鸡肉 神便说 你们如此行 完全没有用处 大家可以比较 以赛亚书第一章 十三节到十五节 还有哈盖书 二章十二节 第十六节 又出现了比喻 神从前 给以色列家 由大家起名叫 青橄榄树 神期望这棵 华美的树 能一直结 好果子 但如今 不再是这样了 他要用轰嚷之声 点火在漆上 枝子也被折断 这是指 那即将要来的 刑罚和审判 十七节 再讲了 神对由大家的宣判 主耶和华神 原本是栽培 自己子民的 但如今 他要降祸 攻击自己的百姓 是因为以色列家 和由大家行恶 向巴黎烧香 惹神发怒 神说 这乃是 自作自受 我们在第一段中 看见 神界先知 在警告当时的由大人 必须重新的回到 与神所立的约 的关系中 这样神 原本在约中 所应许的福分 就必追随自己的百姓 但神的百姓 却不按神 所吩咐的去行 于是神 就借先知 宣告 那即将 要临到神百姓 身上的审判 接下来是第二段 十八节到二十三节 这段圣经 在本章中 很特别 我们会把它叫做是 耶利米 先知的告白 也可以称为是 独白 变曲 也就是先知 将自己生命的 真实感受 坦率 诚实的 向神倾吐 我们可以看见 先知的心 十分的痛苦 因为他已经 从神那里知道 自己城中的 亚拿图人 打算要杀害他 因为那些人 不愿意先知 奉耶和华的话 发预言 先知形容 自己的无辜 第十九节 又是比喻的应用 他形容自己 就像柔顺的羊羔 被迁到宰杀之地 先知原本 并不知道 仇敌要谋害他的诡计 直到神告诉他 而仇敌 原来的恶谋是 我们把树 连果子都灭了吧 将他从活人之地剪除 使他的名 不再被纪念 这又是比喻的应用 仇敌话中 所讲的树 是指先知本人 果子 是指先知未来 可能生的儿女 若真是把先知杀了 先知 在未来也就不可能 再结婚 生儿养女了 这就是把树 连同果子 一同都灭了的 话中的意思 由此可见 先知故乡 亚拿图人的内心 是何等的险恶 他们想把先知剪除 并使先知的名 不再被纪念 二十节 是先知向神的祈求 先知想要亲眼的看见 神在亚拿图人身上报仇 我们以后还会看见 伊利米的几次的独白 他都有求神 报复自己的仇敌 也许我们大家会说 先知为什么不能像主耶稣那样 饶恕自己的仇敌 大家可以看路加福音 二十三章的三十四节 但是我们要知道 伊利米不是神 他乃是个人 所以我们不能过度的苛责于他 二十二节 二十三节 我们就看见 神如何要保护先知 他应允了先知的祈求 神发话说 必刑罚亚拿图人 他们的少年人 必被刀剑杀死 他们的儿女 必因饥荒灭亡 并且没有余生的人 留给他们 因为在追讨之年 我必使灾祸 临到亚拿图人 这是神公义审判的预告 神如此行 必有他的合理性 我们当赞美他 以色列的神 我们感谢你 我们今天学习到 你借先知 向自己的子民 重申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 我们也是你的百姓 求你的圣灵帮助我 让我听从你一切的话 我如此的祷告 乃是奉靠我的恩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次感谢我们的主 爱我们 爱你们